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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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电厂负责整个航天城的电力保障 任务期间这里更是容不得丝毫殊漏漏 从调度里能感受到那种发展前的那种气氛 尤其是沟通包括倒数秒那种 能在值班室能在自己的岗位上感觉到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燃火 巨大的轰鸣声过后 火箭腾空而起 我国首科微重力科学实验卫星 实践10号成功发射 发射现场一片欢腾 可在发电厂的车间 伴随着网友的 却依然是芒耳的 轰鸣嘈杂声 尽管从未亲眼见过发射现场 但网友明白 自己所做的一切 对于发射任务的重要性 这可以说是我们电厂一个制高点吗 这方面我看就是离发射场很近的 离发射场很近的一个地方 赶上不当班有好多战友就偶尔上来感受了这个发射的气氛 平时到现场去不了 工作需要去不了 平时就在这个地方摇一眼 不满烟灰的玉美车间楼顶是王勇的秘密基地 灯高远眺 方圆几里内的美景尽收眼底 那个从未去过的发射现场 他已能远远的望上一眼 往这个方向看 一个小人工湖 地方就是我们基地人夏天没有冬天 休闲娱乐的一个地方 一个场所 往这个方向看 一到秋天一片金黄 知道自己眼睛看不到的地方 很眼很眼 挺美 航天城的美 王勇也是慢慢才读懂的 二十七年前 第一次见到这片戈壁滩的时候 他所感受到的只有迷茫与不安 没有一种植物 没有一点绿色 我可以说 然后一路走过来 那个天丸葱 那些小点号 那些老兵就开始呼叫 他说你们上当了 你该回去吧 这地方不适合你待 一路向西 窗外的景色越来越荒凉 车上所有人的心情 也越来越低落 两天两夜的颠簸过后 火车终于开进了航天城 王勇被分配到了发电厂工作 就脱下军装就是一个工人 你整天干那些事 你本来自己想要这个超乡弄炮 结果回到岗外以后就是 给你两本归乘 然后师父可能撂给你的勾搬手 一顶安全帽 就这样 结果工作服务和安全帽的那一瞬间 王勇对未来所有的憧憬被完全打破 这种混混沌顿的状态整整持续了一年 直到新兵第二年 电厂发生的一起事故 才让他一下子惊醒过来 我记得是2月27号 大概晚上9点多的时间 那天然比较冷 当时应该是零下十几度吧 应该是 当时晚上我正在看电影 看电影刚出来 李涛看电影 看完电影 露灯全熄了 其他单位灯全熄了 我们一想着坏了 都往那跑 发电厂不仅为航天城提供电力保障 同时还负责冬季供暖 二月的戈壁滩 晚上的温度低至零下几十摄氏度 一旦没有电力和暖气 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当时任务就是不停地提筒 因为冷却水咋没了 不停地提筒凉水 往上面浇 防止它发烫 最后损坏 我印象最深 整个车间都陷入到一种无声的混乱中 所有人都在忙碌 但却没有人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你像平时在车间的 就是护名声比较大的 一派这个 升级薄薄的景象 然后瞬间一点声音没了 很静 然后照明也没了 黑空中 甚至从高处滴下一滴水的声音 你一种能听到的时候 这种感觉是 有点害怕 有点恐惧的那种感觉 全城大停电持续了整整整十九个小时 冰冷而无度的一天一夜 成了王勇心底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 他才真正认识到作为航天城的一个兵 无论身处哪个岗位 身上都背负着山一样的责任 我感觉自己在间接地干一件比枪炮更大的事 在操作一个比枪炮威力更猛的东西 随着王勇逐渐找回当初离家时候的满腔热血 嘈杂忽敏的车间也成了他新的战场 这个机械转动设备 完全就是靠听摸 有时候一摸 这个地方有多少度 基本上这个温度 上下不错一度吧 我能感受这个温度 入伍第七年 王勇当上了中队长 他已成为发电厂历史 也是在那一年 他找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 我叫王勇 今年46岁 河南正要人 1989年3月入日 现在是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发电厂高级技师 一级军事长 在电厂工作了这么多年 车间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早已变成了耳房的交响乐 这个戈壁滩上的航天城 也成了我们一家三口的第二故乡 虽然没能手握钢枪 保家卫国 但我觉得自己这辈子干的 也是一件同样重要的事 作为发电兵 作为航天人 我很自豪 王勇和妻子孙娟是经过战友介绍认识的 结婚前 孙娟一次都没来过航天城 当初在他的印象里 航天城是一个远在天边的地方 那里充斥着遮天蔽日的沙尘暴 充满土星味的干燥空气 和与世隔绝的孤独与寂寞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样一个小城 却成为了他的第二故乡 我们从94年认识的 然后是96年结婚的 这是王勇和妻子孙娟 十年两地分居 记载下来的信件 那现在来的时候 就是好戴嘛 然后把信纹都拆掉 两地分居的时候 会经常看 前一段时间还在想 我拿出来看一看 看十年前 二十年前的那一天 我们在干什么 以前几乎是每周吧 五天 五天他就会一封信 厚厚的信间 诉说着浓浓的思念 也饱含着许多无奈与心酸 孩子出生的时候 这也是一辈子一个遗憾 出生也没回去 也是因为任务 任务的原因 那回去 小孩就快满月了吧 那时候 不计 心里边 他最凉的时候 反正两地分居生活中 是很难 是很难 特别是带孩子的时候 更难 那时候最怕的是 孩子生命 那个时候是真的 为什么还在那个地方 2005年 王勇和妻子终于结束了 长达十年的分居生活 然而 这好不容易得来的团聚 却和孙娟的想象 相距甚远 在睡觉休息的时候 随时有电话 随时就坐 一开始不习惯 经常 你说大半夜的 把人给吵醒了 整天大半夜的 把人给吵醒了 有一次正在吃着饭 然后我就停下电话 等我收拾完 出来一看 然后一个拖鞋 就踢到门外面去了 有时间感觉一下 我们的工作挺累 你别看 有时间 就是不在 不在车间里边 但是我感觉 我的心就是 每时每刻都在 都在一线 这个腰带 是我当兵的 第一条腰带 这腰带感觉 扎得踏实了 心里边舒坦 所以说一直 没扯得扔了 跟他有点裂的 还是什么 这是王勇新兵 时候发的腰带 二十多年来 二十多年来 一直记在身上 他把这当做 是一种纪念 更是一种警示 通过这二十多年 自己经历吧 反正我是越干越害怕 因为经历事也多 所以说这个 感觉还是 心里边的 这个越来越紧张 在发电厂 任何隐患都有可能 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 几年前 正知某厢任务 核练的关键时刻 发电厂的车间 突然发出一声巨响 一旦锅炉缺水干烧 很有可能引发剧烈爆炸 这样的后果 是谁也不想看到的 几分钟之间 整个车间就是 蒸气弥漫 就看不到 能见度特别低 当时第一反应就是 可能是 给水木管爆了 但具体在哪 那就有待拍插了 然而 积水管道贯穿 整个厂区 有六七十米长 再加上雾气弥漫 又想在短时间内 锁定漏水点 谈何容易 你搞听 就辨别他的点 他的方向 他甚至大小 都能听出来 你能出出了一个水 就可能上去 和很细一个水 是不一样的 有一瞬间 王勇的脑海里闪过那个 让他记忆犹新的 十九个小时 然而 这一次 他仅花了不到半个小时 就准确地找到了漏点 你干好一件事 我感觉 最基础的 就是思想 你要想干这件事 对这件事有兴趣 也就是说 一个信仰的力量 27年的光阴 一晃而过 从前发电厂 那个维米不振的小战士 如今却成了这里最老的兵 原来我上下铺 他是 八面九一年走了 就是前年 是一四年 他回老大院过来看 然后一看画面册 他看到有我的名字 他就问 是哪一个 然后一打电话 我说我还在 他很惊讶 哎呦 这个几十年没见老战友 所以你还在这 奋斗 是吧 你还在这留守 我真没想到 航天城不仅承载着许多人的梦想 更成为他们舍不得离开的家园 王勇的儿子在城里的东风中学上高三 也许和航天城的大部分孩子一样 他也将走上与父辈相同的人生道路 生活总是这样 不断相见 东风航天城的礼堂 保持着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建筑风格 远处新的住宅楼已经成片 新旧交替的航天城 却抹不掉一派古朴的气息 这是王勇最喜欢的样子 干净整洁的街道 善良单纯的这个人 还有就是有一种朝气的 一种这个积极向上的朝气 不像有些地方实气秤秤的 可以说就是到处一片光明 没有黑暗的地方 行走在航天城 处处都会感受到历史与现实的穿越与碰撞 理想与火热在这里没有走远 而是澎湃在每个航天人的内心 大家看下来 那是澎湃在每个航天的平均 都会感受到历史与建筑风格 那是澎湃在每个航天的高兴 都会感受到历史与建筑风格 有什么历史与建筑风格 无论家在何处 信仰值得一生守候 戈壁滩上的航天城 把人们的命运和航天事业紧紧连在了一起 历史与现实 梦想与光荣 宏大与细微 都无声地印刻在航天城的故事里 许许多多像王勇这样的航天人 在这里奉献了青春 奉献了智慧 奉献了全部的爱 家在航天城是他们共同的标志 也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够品尝出 这其中真正的滋味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预知更多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址 登陆中国军事网 您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中国军事网APP 关注军旅人生 微信公众平台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下周见 茫茫茫林海中 他是始至戍边的军人 用铁一样的刚毅 守卫祖国的领空 冷月边关下 他是细致体贴的家长 用火一样的热情 温暖官兵的心田 军旅人生下期为您播出 马东平 我的军官 我的家